5年前爸爸被診斷出他的肺部有一個陰影 然后后来到医院就诊的时候 医生说爸爸的症状是肺癌脑转移 短短的两个月之内 就是爸爸的状况每况愈下 而且就是很快速的就是带走他的生命 可能会把自己就是关在一个很黑的房间里面 然后甚至就是一直哭一直哭 看到窗户甚至有过就是跟着爸爸一起走 因为爸爸对我来说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家的屋顶 就好像失去了一个生活上一个很大的支柱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受洗了 但是我大学的时候是脱离教会的 我知道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温暖 但是对于那时候我来说就是 温暖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 因为我不想要让任何人知道我的情绪 后来我看到妈妈就是参加完E1之后 这一年来我第一次看到妈妈是有喜乐的感觉 而且她身边是有弟兄姐妹陪伴她 然后我就觉得就太神奇了 就是我也想要试试看 然后就在一次有一天晚上就是我 哭得很难过的时候 我就是跟神说神啊我现在很难过 不然你来救我 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那你就来救我 就是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好像就是把我的心抱住 就是很难过的时候 但是有一个很温暖的力量进到我心中 然后我就第一次感觉太神奇了 就是神的爱就是真的可以触摸到我的心 所以从那时候之后我就开始回到教会 然后有一次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在睡觉 然后我就梦到就是跟以前的场景是一样 就是以前爸爸都会骑机车载我回家 然后就是就是把我载往一个很温暖的地方 然后我那时候看着爸爸背影 其实我心底知道就是他已经去世了 然后可能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就知道是神其实透过这个梦在告诉我说 就是我的孩子就是是时候了 你应该要放手 把这一些负面的情绪不好的想法都放掉 因为爸爸现在在我手中 然后我就是泪流满面 就是哭了整整一个小时都没有办法再入睡 我这样子落泪是因为我知道爸爸去到什么地方 然后是谁谁在照顾他 然后是谁在陪伴他 就是一种很安心很感动的感觉 然后我就在心里告诉我自己 我要很我要很努力的就是排开一切万难 都要来小组然后都要来主日 因为我知道唯有我跟神连结的时候 唯有我跟祂的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 这种很可怕的那种感觉 可能过去那些负面情绪啊 或者是那一些想要想要自杀那些情绪都不见了 就是在神的爱里面我知道我是被保护的 然后我是可以越来越好的 就是谢谢主一路的陪伴我 然后帮助我帮助我的家人 就是我知道我这一生一世都必定要追随你 而且不管是我到哪里 或者是我未来有的家庭 我都会跟着我的家人们一起来服侍你 感谢赞美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